大家好,我是Liam 那今天我拍這個都市傳說 主要是要帶大家來探索 因為在高雄西子灣這邊有一間廟 叫做十八王宮廟 那其實在網路上很多網友 都是經過然後上去 然後要借廁所 那我看到有一個網友的留言比較有趣是 他來這邊借廁所 然後在廁所的外面發現有一個男生 然後看著他都不動 然後對著他微笑 那我今天的話就是要來驗證這個都市傳說 然後實際去上那個廁所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上去吧 看一下 其實我現在走上來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直冒雞皮疙瘩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比較膽小的人 所以自己會比較害怕一點 那旁邊這裡的話 就是一些樹啊 然後旁邊這裡就比較暗 這邊大家可能看不到 因為這邊都蠻暗的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上去 對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上去 然後找到那間公廁 這邊現在這樣子走的話其實還蠻高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上去 然後找到那間公廁 有點喘 然後有點緊張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可能剛才應該有人來上廁所 因為他 這邊燈還開著 應該晚上是不太會的 那這邊這個位置的話 就是當時大家就是有網友看到 有人在這邊微笑 然後看著他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進來上廁所 就是模擬當時的狀況 好 快走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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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突然間覺得 有點怪怪的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 我的整個背後很涼 然後 很奇怪 很奇怪 我們現在先趕快下去好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 好像有點乖乖的 那個 喔喔喔 差點摔倒 等一下 我現在快到了 我現在整個人就是非常緊張 這個階梯整個就是 在跑的時候整個都快摔倒 現在趕快走 這邊小心喔 這邊階梯比較小 這邊階梯比較小 天啊 我真的不會再 來這裡了 都在叫 那因為在台灣的習俗來講的話 就是狗如果看到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就是他們才會發出那種叫聲 那我剛才在樓上其實我會突然間跑下來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剛才上廁所上到一半 我覺得我的背後 真的不誇張 就是覺得 就是又一個冷戰這樣子 因為 大家應該剛才有看到的影片就是 我突然間 冒一個冷戰 就是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害怕 因為我其實真的很怕拍這種系列 所以我一直沒有拍這個系列 那現在旁邊那個狗還是一直在叫 然後我就更害怕 就趕快跑下來 那 比較信心的是我們在廁所那邊 是沒有看到所謂的一個男生 然後就是對著你笑 然後一動也不動 那我比較開心的是 好在沒有遇到 因為如果真的遇到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嚇死 因為 其實我是膽子比較小的人 那 我們今天的都市傳說的驗證 其實 也算沒有成功 因為畢竟我們沒有拍到 有人站在那邊 但是 應該也算是破解了一個謠言 那我希望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 按讚分享 然後 訂閱我的頻道 那支持我就是 可以拍更多的影片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